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事评论员杨锦玲先生一起合作的一档时事热点的评论节目 杨先生拥有32年的媒体工作经验 从总编辑到主持人和制作人 他专注在各类的社会问题研究以及国际事务 他的时政评论是独具风格的 说人话讲真事是杨先生的专业态度 谈的都是真情实感聊的都是社会热点 那么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杨先生一起合作 锦玲周点评在每个周五每期时间下午的六点半 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他对于这一周时事热点的观察和分析 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 如果我们一周一次的一小时的节目 让你意犹未尽的话 请关注杨先生自己的油管频道 老杨到处说 每天更新 时事分析随时随地 今天呢是锦玲周点评的第十六期节目 首先欢迎杨锦玲先生 杨先生好 真的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条台湾的媒体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么我们大概是在昨天的时候看到这个台湾媒体的报道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通讯传播委员会 也就是简称NCC 在这一周的会议当中 七名委员全数通过决定 不再给中天新闻台这个延续执照 也就是说中天要被关闭了 那么根据他们给出的理由呢 是说这个频道受到了来自大股东的不当干预 那么当时呢 当然中天新闻当时就发表了谴责 认为这是蔡英文政府的一个政治判决 所以呢 有人说啊 就说这个因为他是一个蓝营的媒体 所以呢认为呢会对蔡英文不利 那么同时呢 这一天也被认为是台湾的对自由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最黑暗的一天 所以我想来请问你 首先从你的角度啊 您听到这件事情 您觉得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发生 就是说如果是说蔡英文要做这件事情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中天 尹南在台湾也算是个媒体巨授了 对 他不断的收购像中天啊 还有中视啊 中国时报 还有他旺旺的底下一些媒体公司 旺中集团呢 还是有一点实力 尤其是蔡英文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还比较多 那么人们也一直把他跟大陆的国台办的关系良好的当成是一回事 因此呢 他的整个色彩的这个表现来看呢 又是红的又是蓝的 那就会变成是民进党政府的眼中钉 一切是由绿米所说的 这是台湾新闻史上第一家被撤牌的新闻台 也是30多年来的解言开进以后啊 这个第一家被撤牌的新闻台 以前有 以前有05年的时候啊 这个台湾的新闻局的管这个有线频道 CAPO这个频道的电信光线网线的这个频道的分配 后来因为关掉了八家这个频道 引起了很多争议才会成立的这个NCC NCC怎样的也是带行一个智责 貌似是第三方 当然他的成员构成也会决定他的政治倾向 计票啊 通过这个也是前所未有 那么当然呢 那个蔡英明有他自己本身的政治倾向立场 所以他底下的这些媒体当然有他的表达方式啊 中天那个卫视中天新闻台在美加地区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那么在美加地区很多台湾朋友 包括其他这个地区来的这个华裔朋友 对美加地区的这个对中天的支持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台湾区今年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啊 这个中天为韩国瑜的造势的特别的强劲 当然大家知道如果其他电视台没有韩国瑜 收视力也会下降 那韩国瑜那时候一时无两 对 就如果没有这个香港那个去年这个事情呢 让蔡英文借铁发挥的话 韩国瑜也不一定会输得那么惨 那么这里面的他被认为是不是中天了 是寒天的所以他的蓝营的色彩也比较比较浓厚 那么NCC呢其实对中天的各种批评意见是比较多了好几年 2016年的续牌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些表达 那么其中也就在大股东也觉得蔡英明先生对新闻采编的干预过多 这个说法呢当然蔡英明这个阵营是不愿意的 而呢NCC呢其实在以中天多次违规 那么所谓的民众检举呢什么内控自立机制失灵呢 以及大陆大股东的这个蔡英明的介入新闻 直播呢不以换照 那这个东西呢是如果这些东西如果构成这个关台 或者不让他搞这个频道的理由 台湾几乎所有的cable电视台都要关门 因为台湾的基本上这些电视台都是有政治背景的倾向 这个无可争议 无可争议所以呢这里面应该说蔡英文政府这里面当然也有 杀鸡警候也有对中天电视台 尤其是他所谓的这个亲中背景的一种惩戒 如果两岸关系一个正常发展的话呢 大概这个基本上都会睁一眼闭一眼 反正各自有的要求各自有各自立场各自有各自的收视群 但是呢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呢 对中天的这个下手呢 就不是单纯的对一个新闻台的下手 我认为他还是有一个两岸关系的大背景来做一个衬托 所以这个杨先生跟我们讲了一下 之前也有关台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但是这一次好像因为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可能就显得更加的敏感了 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他这个中天的新闻台 他是在下个月的12号 12月12号他就执照到期 那么对于他最后的这个频道的这个归属 其实现在台湾民众其实也是比较关注的 那么这个业界就认为 环宇新闻台或者是华视可能性较大 但是呢这两个媒体都是偏绿的 那么所以呢就是马英九就来出来批 就是说这个蔡英文政府在这个行政机关东厂化 所以对于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我可能在这里普及一下台湾 CAPO电视台的这么一个管理 有线电视台的是光纤电缆输送 跟香港也有一家有电视一样 它是输送到各家各户去 那是所谓的台湾的第四台 就是过去的港营国营的所谓的三台 中士华士还有这个台市 之外的所谓的第四台 这是台湾整个政治民主化 新闻自由以后的一个新的现象 其实因为这个光纤电缆的整个分配 如果这个太多人挤在 它好像是已经有电信传输的高速公路一样 大家如果都挤上去的话 所有的所有的人的这个信号都看不清楚 所以它必须要强制的管制 要做一些分配 那么52台 它的总的饱和度就是98个频道 那么98个频道 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管制 这个管制我想就是这样的话 台湾大哥大哥台湾 其他的中华电信就不能够互加打架 所以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分配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我想台湾应该经过了这几十年的努力 基本上完成了程序性民主 民主投票民主选举 他们都有一套自己 我认为的某种程度可能比美国 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周线 还要更成省 那么好了 但是程序性民主跟实质性民主 还是有距离的 那么台湾经过几次的政党人体 应该说在实质性民主上 也有些进步有些改善 但毕竟是政党背景 所以政党的这个舆论呢 总是要为政党本身的立场态度来服务 对 那目前被视之为蓝营的这个媒体 其实不多 被变为偏利的阵营比较多 所以呢 浪出了个52频道以后呢 当然会有很多争议 因为现在包括东升电视台 原来还算是有一点这个偏蓝的立场 那现在收购了以后也开始偏利了 所以呢 这有些节目呢 它就有受到这个影响 那么是不是东厂化很难说 这是一种批评了 因为在马英九任内的话 他也 苹果日报的动新闻 其实投了一二十个亿 动新闻 但是苹果日报的动新闻 也是没有办法拿到 进入Cable的这个资格 那这里面呢 有什么背景 马英九自己本身应该清楚 所以呢 媒体或者管理媒体的机构 是为政党政治服务的 而这一点呢 其实在台湾是比较明显 那么第四点 当然我就觉得这个NCC也毫不畏言 中天被判死刑是因为他老板的干涉新闻走向 因为老板投资 跟文人办报一样 跟文人办报 跟早前的中国时报的王 一记忠 研合报的王提武不一样 当然他们有各自的竞争 各自的手段的要求 但是呢 蔡英文 不是蔡英明 他本身这种跟大陆这个 被认为这个亲中背景比较深厚啊 以及蔡英明呢 经常会比较直接下达病令啊 诸如此类 包括他在台湾接受这个 华尔街日报的 还是华盛顿邮报一个专访 就谈到六四没有开销 这引起台湾很多争议 对吧 他有自己本身的态度立场 我认为没有 这个无关紧要 但是关键如果说他影响到 所谓的中天的新闻取向的话 这会受到台湾的这个 有关这个当局的这么一个质疑啊 那么现在他们这个频道愣出来 我们知道现在 你说的那两个频道在争 三立电视台的老板林滚海 在民进党的里面也是举足轻重的 那么他现在也有些 有些主播也承入了这个民进党的立委 民间电视台主张独立建国色彩很鲜明 连带一电视的老板的电台声呢 原来还好 现在也变得已经有点侵略了 所以呢掌管 新闻媒体的NCC呢 他是知道的 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没有什么中间不偏不立场 这个东西都不需要去做很多解释了 那用这样的方式来说 他是东厂化 这当然作为一个言论自由的地区来讲 这种批评是可以到位 但是我想 如果是马英九当家的话 他也有自己的取态 包括这个NCC的成员的构成 他也不是说 照顾到平衡台湾的整个政治色光谱 没有 他还是一边倒 甚至有些人他本来就是 一直在反对中天这个电视台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呢 这政治驱动 导致了中天的这么一个新闻台被撤排 我想这个背景是很清楚 不需要做太多的铺垫 了解了 但是就说我们为什么会 就是说关注 因为他是一个媒体 那么最就是说之前 我记得上一次 杨先生也跟我们讲过了 就美国的媒体的这一次大选当中的这个角色立场 什么杨先生也跟我们做了一些分析 所以现在马上你看 这个台湾的这个媒体出现了这个情况呢 就有很多当地的报纸 也是发表了一些他们的意见 就是说在这个台湾的中国时报 他也是发表了一个题为 这个新闻自由以死这样的一个社论 就是说就是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严重 就是说他在社论当中也是说 就是说这是一次赤裸裸的政治裁定 一次明目张胆的政治判决 他认为这个台湾一言堂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那么我想请问杨先生 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后果 台湾做不到一言堂 解研开进以后 台湾本身的民主转型历练 每个民众都有自己的政治取代 而这所谓的一言堂应该是在过去那种军事戒严体制之下 那种只有几家国营党营的报纸 那个基本上就没有民间的媒体的出现 但即便是这样的话也做不到一言堂 台湾当时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党外杂志 那风起云涌 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整个省 都这个党外杂志 它是取代的不可能是做到一言堂 做到一言堂这个当然批评 中国时报也是蔡衍明投资的 也是大股东 对吧 所以那昨天呢就是一大板 无耻两个字还是什么东西 可耻两个字非常的险目 第二点呢 这很清晰我刚才谈到 它是有政治裁定的意味 这没有什么好 没有什么好掩饰说 它怎么行政中立 没有什么行政中立 民进党过去是这种所谓的 这个新闻干预的这个受害者 他现在成了这个新闻这个制裁 政治裁决的这个执行者和决策者 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第三呢 我认为在新闻自由的台湾 还有比较广泛的拓展空间 还有它的立足之地 它不可能完全被绿化 因为台湾也不是所有人 都赞成民进党的政策 对 对吧 台湾呢 虽然有很多人不喜欢搞统一 其希望 这个但是呢 多数人都愿意维持这些 是什么现状呢 这台湾来自不一定政治民主 转型的现状 对吧 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为还有一点的现在这个WiFi啊 这个5G 4G这个那么活跃 自媒体油管节目也很活跃 如果中天他愿意坚持下去的话 老板愿意出钱出自的话 其实他再开一个台也可以啊 因为台湾不需要向谁申请这个有线电视的 只是有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有线电视的频道的管制 比如拥有一个频道的频谱 这样的话 因为什么 他原来拥有比较多的受众 他的广告收入还是比较好的嘛 那你现在把他这种能够生意商业的 获利的广告竞争的弄掉 那当然他不赖起来 是不是 所以我想这个 主要他愿意 中天愿意继续的发声 他也还可以发声 只是不能够在有线频道 52频道发声 那么现在的自媒体 现在的油管节目 中天的油管节目 我查了一下 应该有400多万的受众 对 他的定义是非常惊人的 如果他愿意坚持的话 蔡衍文要发工资的话 然后这个团队还愿意坚持一下 就继续做啊 我想这也没有什么 新闻之余是要争取的 不是说人家裁决 你就开始一声扑坑了 这一点我想我们的观众 也应该有所了解 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 是的 就是你看这个 大家为什么现在能在这里看到杨先生 就是因为杨先生 转战了YouTube 这个就能够给更多的人看到 不被限制 不被频道所限制 这真的我觉得是一个 未来发展的趋势了 但是 这个是大趋势 因为有线电视 这样的东西是能落偶的技术 非常落偶的技术 基本上被消失了 对 我觉得再过个两三年 可能就已经没有了 大家都转战到这个网络上 很快就被什么五级四级 什么WiFi 什么之类网络电视 网络全部取代了 所以我想了 可能对蔡爷们来讲也是个解脱 有这个 转战油管 转战另外一个平台 可能它发展空间会更大 因为只要它愿意继续发声 不愿意看到台湾言论自由被控制 不愿意看到台湾的一言堂 不愿意看到台湾的绿色绿化 全部绿化 那么它继续努力下去 只是说我52频道不在了 对 弄一个什么天 从天再来一下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所以要自强不息 对 也有网友说 这个我有网友说 中天一定会发展下去 有可能会更好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这也是一个转型 因为我跟中天是有合作 最早还不是蔡野萌的中天 我们就合作了 90年代 那还是于平海 是吧 那个邓小平四十那天 我们跟他做了一整场的联络 跟中天还是有感情的 其实跟中天 我记得是十五大 还是十几大 我做了一个礼拜的 这个政治评论 这个中共十五大 对 我用闽南话 用台湾话 讲得非常好 人家也很受众 很受欢迎 所以听到他这样 我们也替他 吻吻不平 但是我觉得 他只要愿意的话 因为台湾现在一个人 至少每个人手中 都有两部电 两部手机 都是智能化的 对 还有iPad 那就玩 你不让我在 这个所谓的有线电视 我就玩转型 只要我乐意的话 我就可以再坚持下去了 只要人们 那四百多万的订阅户 那几 还有台湾的 支持蓝营的 这些朋友 愿意的话 应该他这个基本盘 还是在 没错 就是光看看 他的这个订阅量 大家都就可以 大概了解 甚至因为比较 比较浓烈 觉得民进党这样做 实际上是 胸怀 实际上是太过偏狭 没有必要 你本身曾经也是这种 言论自由被控制的受害者 你现在党执政了以后 你越来越像当年的国民党的 然后你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长久执政吗 我想这一点 他们可能没有想的那么多 这个我就是想问 杨先生的 就是说有这个分析说 就是说他是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关闭中天电视 意味着蔡英文当局 增加了台湾民意 集体误判的风险 我想请杨先生来 给我们解释一下 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没太理解 第一台湾不是大陆 大陆的媒体是党管理 而且是喉舌 想让你听什么 不让你听 他有风火墙 想让你看什么 不看什么 他是有选择的 叫一种专业的说法 叫信息投尉 台湾做 喂不了 台湾的民众的政治参与度 自己的变形能力 应该是要比较强的 即便大陆 现在虽然是有这么一个新闻管制 但是也是千万百万千 翻墙出来 对 很多五毛 粉红判断 完成任务 那不用当别论 但是大家都渴望得到一些 比较真实的信息 台湾已经没有这种障碍了 所以台湾不是大陆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集体误办的风险已经存在 已经存在 就是各种各样的宣传 对大陆误判 所以你到今天为止 改革开放40年 台湾的政治评论 还可以认为大陆的人 吃不起茶叶蛋 对 这个很荒谬 这很荒谬 但怎么穷也吃不起 我们每天要吃好几个蛋 这个都不知道 这个基本上现在的 大陆的糖尿病人那么多 就能吃得太好 可能吃不起 所以国家军要让大陆的空军 投成还弄泡面 这太笑话了 这也是奥特的做法 那么其实集体误判 在马英九祖政时期 也有类似的情况 因为两岸的沟通 它的不对等 它信息的互动 就有差异性 这种东西我想 但是最关键一点是 高新科技 尤其是资讯科技的高度发展 一定不会造成集体误判 会延误资讯的收获 收取和解读 但是一定不会 所以互联网冲绝一切 5G冲绝一切 高新科技冲绝一切 以前没有油管 它把所有的声音都关掉 你就没地方说话了 但现在有油管 有其他的推特 有其他东西 大家不是还可以 照样表达自己的意见 所以我对这一点 我认为是有点偏颇 因为可能对 集体误判的风险 其实台湾也有 大陆也有 即便资讯很互动发达 还有政治的偏见 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香港也一样 集体误判 看这个集体有多大 如果全民误判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还是 一定还是有 高新科技指导之下的 资讯的获取 的渠道 跟过去不一样 它不是在单一的 不是说你给我吃什么 就吃什么 不是我们天天 只是看八个样板戏 只是看这个人民日报 所有的报纸 第一版全部是一模一样 全是习近平 那现在不是了 对吧 现在这种台湾不是了 中国时报报 跟联合报 跟自由时报就不同了 是不是 所以我想这一点 不要太担心 没错 不要太担心 没错 这个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个 就可能是说蔡英文 就是我想问杨先生 就是蔡英文在怕什么 因为有专家说 这个台湾的经济 是潜碟型经济 就是深潜的潜碟子的碟 他们认为 这个台湾的民意 也是属于这种 那么这种民意的表现 就是极易被操纵 那么极易被操纵的话 也就是意味着 会被媒体影响了 那么这次蔡英文 其实在连任的大选当中 是尝到了媒体的甜头的 这个民进党的 这个网络水军 是被台湾民众 取名为1450 这个在我们频道 也有出现 所以他这个影响力 这个可谓是 不可谓不大了 那么所以 现在来关闭中天 一个亲蓝营的 这样的一个媒体 杨先生 你是不是觉得 蔡英文在怕些什么东西 首先呢 这个潜蝶子名利 不仅是台湾 因为这个互联网 这个资讯发达以后 其实这个资讯的爆炸 各种各样的资讯的滥伤 就会造成很多 这个资讯的 接受的疲劳感 对 潜蝶子很快 我们的注意力 很快就转向了 今天讲赵薇跟谁怎么样 明天讲的嘛 明星奴又怎么样 很快就转掉 尤其是娱乐八卦的种子 对 所以新闻的 这个焦点的转换率 非常快 你现在短视频的前五秒 如果你不吸引人的话 人家就转台了 太多了 对吧 信心过烂 所以在这一点 所以呢 台湾的经济 现在也不能完全说是 潜蝶子经济 因为台湾的现在的芯片的开发和研制的话 那影响整个世界市场 它有它的本身经济的核心 这是过去的旧观念 我能不能用 再用潜蝶子来说台湾 可能也不太好 因为国际化的比重 跟增加的话 尽管它可能在外交方面孤立 但是它没有跟整个世界脱节 没错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 潜蝶子民意 可能是在相对极权的国家和地区 就比较容易出现 这一点是另外一种媒体现象 对蔡英文在利用这个网络水军 利用新媒体的组织动员 民进党做得比国民党优秀 所以我想这次来讲 第一是他怕什么 他没有什么好怕 他的希望赶尽杀截全部立化 这就是太久的人那种 骄傲之门所导致 首先他对中天 刚才稍微的卡顿了一下 刚才杨先生您讲到了 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件事情 或者是对蔡英文来说 其实跟两岸关系有点关系 是不是 我认为所有中天 今天处于这样一个境况 就是一个原因 两岸关系的大背景 两岸关系持续的恶化 逐渐走向兵点 可能要武力相向 在媒体的规控上 他是要做准备 如果那个时候 大陆的军机天天会过来 还有很多逼真的画面 什么东西 老是在台湾媒体 老是在台湾民众面前晃 那你说蔡英文他怎么备战 所以第一 我认为两岸关系持续恶化 如果两岸关系还在马英九时代 那个时代 和平发展 大家哈哈的 九二共识 无非就是睁眼闭眼 私底下劝告一下 别那么放肆就行了 因为两岸两党之间的竞争 已经到了白乐化 两岸关系已经到了 快要武力相向的时候 新闻的管制他是要做的 不然的话 你看中天怎么 中天今天这样的遭遇 除了新闻自由受到损害以外 其实是两岸关系的损害最直接 我是这么看 今天感谢杨先生跟我们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 谢谢 也谢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 我今天看到我们在线的网友 有很多的朋友在说自己的观点 然后在分析杨先生的这个说法 然后当然也对杨先生有一些反驳 但是观点上我们当然可以互相来 这个辩论和争论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最希望 看到的一种这个评论区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非常感谢各位网友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好 然后这个来 请我们的导播放一下 我们杨先生的油管频道 大家去找一下 这个logo 老杨到处说 就可以看到钱多多 杨先生讲了四集 可能还是有不少的料 有的爆 大家去听一下 应该很耐看 对 相信耐看 好 谢谢杨先生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那么我们就是 也感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 我们下个周 周五再见